政府宣布扩大援助范围 也为因2019新型冠状病毒 而申请缺席价工友的雇主 提供每天100元的补贴 另外雇主必须在员工从中国返新前 先向人力部汇报 以错开回程控制返新人数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 共同领导跨部门抗炎工作小组的 国家发展部长黄寻才和人力部长杨立明 下午走访大市村客工宿舍的时候宣布 将扩大现有的援助范围 也会申请缺席价工友的雇主 提供每天100元的补贴 以豁免缴交外籍劳工税 政府也正同客工宿舍业者合作 为接受隔离令和申请缺席价 却没有地方住的人提供住宿 只有一小部分的雇主 他们和人力部联络 人力部也非常乐意地帮助他们 如果他们能够预先地通知我们 他们的员工是在什么时候会回到新加坡 那么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住住宿的问题 而大市村客工宿舍的其中50个房间 就被化为隔离病房 这里原本是客工的电影院 如今被改装成超过30个床位的空间 让申请缺席价的人提供另一个住宿空间 政府正监督疫情的发展 随时做出相应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